欢迎收看本周的十大新闻 我是林思宇 2019十大日光艺文记系列活动之一的日光市集 一类5月6号到10号在日光大道举行 日光市集的摊位类型多元 提供同学们与众不同的市集体验 现在就让我们跟着校园记者的脚步去现场一探究竟吧 2019年十大日光艺文记系列活动之一 日光市集在校本部日光大道给你最特别的市集体验 30多个摊位来自校内外个人与团体的艺文工作者 插出最美的艺文火花 这几天摆摊下来因为夏宇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人潮不多 来看看我们的手段之后 就是底片摄影其实比较符合 其实现代人想要去追求一个慢步调生活的风格 就是觉得每次参加这种就是来逛这种 就会觉得蛮精致 就是大家觉得很用心的在出 对 然后东西也都蛮精致的 刚才我都有这么厉害 我也觉得我不好 我看到的时候就不好吃 对不起 所以有这种的 这里像这一款就这一款 这个吗 其实艺文剂可以增加许多文学以及音乐电影等等元素进来 所以让整个艺术更加有流动性 我觉得在筹备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应该是沟通写药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参与的工作人员其实非常的少 那一般一个活动需要很多的工作人员 这个夏天能吃能喝还能体验艺文活动的日光事迹 你还不来吗 校园记者李学习采访报道 由十大信坛社主办的第八届艾洛生活节 在5月8号晚上邀请到游泳国手唐圣杰和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故事 他提到自己会投入体育改革 是因为一次协会的疏失 造成他选手生涯的结束 而他也希望可以透过改革 让台湾体育环境发展更加健全 此外他也以自身经验出发 和同学们聊聊体育界各种性别不友善的情况 像是男性在比赛中容易获得比较高的关注度等等 最后也强调了体育改革和性别教育的重要性 文学人文记活动由国文系教授徐国能主持 邀请多位国文系的毕业校友 回来和同学们分享持续写作的心得及方法 也分享了过去再十大的快乐时光 心中仍有动笔写诗的梦却无从下手吗 这次人文记邀请了国文系且毕业后 仍在坚持写诗的校友回校分享并朗读作品 分别为李平芬、张诗琴以及卓春华三位诗人 李平芬老师提及创作过程中很重要的是与他人对话 我就是读别人在做什么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要别人对话 把自己的东西拿出给别人看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张诗琴老师提及不要为写而写 卓春华老师则认为创作应该要在于人过的精彩 我觉得它是作者人格的投射 而且它是你生活的印射 所以文盘里面有一种现象叫做人体文化档 就是说你的人如果是你有想法的 那你的生活是非常精彩的 其实你根本不缺东西写 除了分享之外 他们也有朗读自己的作品 风景是冲写的推特 胸腔又乱又轰旺 翻唱年底上 博士捏下一张追踪 坠落以后 为自己举办相经会 在每首诗之间 也有音乐表演 我的爱人 在你的我辉煌的眼里 多想到就这样生产地睡去 校园记者杜顺文采访报导 勇敢去写 用于突破就是对自己人生最大的改变 师大教育系一年级同学王孝敏 曾多次获得身心障碍者文艺奖 而他也在一次录制公益影片和采访时 提到自己不断创作的秘诀 此外师大特殊教育中心 也鼓励同学们可以像王同学一样 努力找到自己的兴趣 提升自己的才能 感谢您收看本周的十大新闻 我们下周见